媽子慈悲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子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解謙詩 今天顧問要分享第23千丁友圈 有一位好朋友經營工廠 年紀已接近快要70歲了 由已不解 所以要準備退休 趁此機會退休還繼續要投入下去 在世界當中繼續創造所謂的第二春 故意將他的案例來解釋給各位聽 我們如何來解這個謙詩 欲去長江水闊茫 前途為水應未通 這個謙詩講的是想去長江的釣魚 但只看到長江的水勢很大 一片海闊汪洋 使人感到非常的茫茫 不知道如何下手釣魚 就像他現在的狀況 可以退休啦 已經快要70歲了 公司也經營了四五十年 應該可以退休啦 可是又看到機會 可是這個機會當然都有風險 尤其這幾年的狀況之下 都不看好 大家對未來一定不看好 可是他好像也有看到機會 他會有機會 他說有一點茫茫的 如今釣魚的絲線 還纏繞在自己的手中 而以而沒有放入水中 恐怕永遠釣不到魚 那現在呢 有看到機會 可是呢 不去爭購一些設備 投資一些房地產設備 又怕釣不到魚 所以他現在還沒有投進去 所以如果不投 恐怕永遠都釣不到魚 那這支籤 好看聽起來 好像是這樣子的 那辛籤呢 媽祖的辛籤告訴我們 人們呢 常淪上在罪友 住在的 徘匪不定的路子當中 建議 該勇敢去突破 追逐更好的人生 這句話呢 說到他的心中啊 他這幾年呢 因為公司也有一個規模 那雖然景氣不好 他也輕輕鬆鬆的 好像悠悠哉哉的 好像過著半退休的狀況 那馬祖在辛天鼓勵他 應該勇敢去追逐更好的人生 你好像有一個第二春喔 對不對 那後面還告訴他 嘗試外吃到更繁榮 有希望發展的程式 去創造出更好的人生 然後暗示他 這支籤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好 硬未通啊 可是又告訴他 因為你的遺痾沒有下去 所以你掉不到遺痾啊 所以路子過得很好 對不對 還是要徘徊 要不要再做 其實你應該要做啊 因為有更好的人生啊 有更好的前途啊 所以你再投注下去 可以創造第二春啊 那掛像還講的是 轟雷異掛 轟雷異掛呢 他提示我們 一個人要熱善好施 愛人愛其 你可以冒險患難自演慌 那這個掛像就告訴我們 我們呢 要為那些下面的人 沒有得到利益的人 沒有得到利益的人著想啊 那一些人工跟隨你那麼多人啊 你這幾年呢 警察雖然不好啊 可是你也悠悠哉哉的啊 那你要為這個人工黨會著想啊 對不對 所以要以熱善好施 愛人賴己啊 繼續的再做 要把他做到全世界啊 可冒險患難到隱荒啊 這支籤就是這樣啊 盡管患難越大 未來的成就可能會更大喔 這個籤不要認為是不好的籤啊 那新籤又 雷風橫掛 那這個談到難你之方啊 你有一個嫌妻幫你啊 只要你太太同意跟你互唱互隨 互唱互隨 互唱互隨 那象徵橫左橫通 你不會有災難 所以個人鼓勵他 這個籤詩一看好像不好 其實不是 尤其你看那個籤途是蠟子 蠟子火 要燃燒自己去照亮別人 所以你現在狀況之下 要考慮到別人 不是考慮自己 知道嗎 不是考慮自己 那籤詩故事有兩個 一個是江太公送換給武吉 那這個武吉的故事呢 我們分享過很多次了 他因為不小心進城 在撞死了一個士兵 那所以江太公叫他 裝死一百天 所以你有貴人幫助你 雖然遇到困難 裝死一百天就會度過了 要努力累積智慧 熱心幫助別人等到時期 你終會被人賞識出頭的路子 這江太公是這樣子啊 那這裡有等待一百天 個人說 你現在要決定 要不要去買機器 買廠房 你暫時不要動 再等三個月後 就會明朗 因為這個簽書故事 是等一百天啊 最後可以平安啊 那第二 座義傑可遇的前春生 前春生蒙爛啊 後來怕遇到那個座義傑啊 那座義傑小時候呢 看命的老師就命理老師跟他說 他是官夫人啊 所以 前春生蒙爛了 後來呢 起了座義傑 那真的後來就很好啦 所以有座義傑太太的一個協助 起到一個貴夫人啊 貴夫人的命 他洗刷父母的一個恩妻 並且當上官啊 這個故事的告訴我們 英年天之定 你如果要不要做 要不要投資設備 繼續買廠房 你要有你太太幫忙 若得貴婦賢妻 雖命紅低潮 也可以紅凶化吉 我說 馬主那個謙告訴你 你要跟你一起 跟太太一起努力 而且你太太是貴婦人的命 聽他的不會錯 那警示警夷呢 得一路賢便是福 奏千年祭起飛過 在忙碌的生活中 如果我們過一天清閒的日子 就好好享受 難得去先的日子 也是一種福氣啊 所以這段時間 你還繼續享受 三隔月後呢 我們一定有轉機 那有機會 我們就開始衝過 跟太太一起努力 那顧問跟她解釋 你各位來看看 這就是千師的天使 在為年為夜為露 為死時 印就會後通 那她來問我的時候 大概是 大概榮曆四五月吧 我就說八月就會清死了 那就三個月後 一百天後大概就是八月 那餵死過後 都應該都沒有問題 你知道齁 那羊呢其實是六月 這六月 六月以後呢 那就是下半年嘛 對不對 那也沒有錯 那今天已經快要 十二月要過年了 她跟顧問講說 已經買好這個 很久以前的場地 天印過的機器 明年就要開工了 那 援建人在下季不利冬季 新建制圖 其實數據都可以 都可以參考 那蘇輪常在手 有些事情呢 放不下 就沒有辦法割死恐不如意 所以你在那邊 由已不解 原來的場房設備 你如果迷恋以前的路子 你不願意放棄 不願意冒險 新的投資 你當然就是放不下 所以顧問說要有一段時間 一百天 你好好地靜下來 處理一下 就會決定 明年住在排毀不定的路子 將會失掉成功的路子 那最近拖到這個先 你不要徘徊 你如果迷恋以前的路子 訂單早 過得很愉快 不想像年輕人說他腦累 那你看會失掉成功的人生 有過年相助人可改變命運 你應該要找貴人 開始找貴人 找老師 找顧問 問一些人來幫助你才對 那夫妻之間 相親相愛 很久很冬 那地利方面呢 南方有利 不要在北方 新間食徒 表示 到哪裡 東西南北都可以 待在圓地也無所謂 只要繼續做 繼續奪拭就好了 那隨便不移 不宜潮濕的地方 你就不要買到那種水的旁邊就好了 原來的地方什麼地方都可以 不要在水的旁邊 如果你現在在水的旁邊 河流旁邊你就要搬離開 適合比較繁榮的城市發展 所以到連口更多的一個城市發展 不要躲到那個鄉下棄了 可勇敢冒險到影荒求望 行求連合 徘徊自在過路子的人不利 你不要再徘徊 應該要下定決心繼續做 可是有條件的 樂善好施愛人愛己 就可以非常好 可以追求發展 所以你要為人工著想 應該要考慮到他們 有婚姻夫妻男方女愛 男女剛柔婚姻可酒童順暢不會發生在他 那你夫妻非常恩愛 對啊 戳出身體很好 繼續做 沒有事物 或感情上的概念的人 可大膽去發展 懂得請教貴人指典 迷津可以解決 你對社會有幫助的 對人工有幫助的 你一定會成功 那改運的方式 你運也是呆滋了 那應該熱善好施 勇敢向環弄的地方 尋找好錢 就應該到環弄的地方 繼續做 被放不下的人 被放不下的人 事物所牽累的 所牽磅的 你放不下 應該要捨 所以你捨了 才能欣賞事成 不捨就不能欣賞事成 所以你要去請教貴人 主導解困之道 處在清閒的日時期 好好休息 然後考慮一百天 好好休息 然後考慮一百天 那一百天我們就過 決定做了 有二億你一定要躲過一百天 後過未入 就是我們農曆的六月過後 未入 六月過後 未入 六月過後 未入 就是我們看入企 命運格局有兇嫌 要找命格好的配偶 可以改變命運 到環弄的地方發展 你運勢會好 所以你找場地 發展 跟所有的幹部長 我們可能要換 更鬧鬧 人口更多的一個都市來發展 所以夫妻兩個人 所以夫妻兩個人 都可以改變 南瓜尼愛 剛羅復印 印式就會恆通 所以看解籤二十九個概要 那我們看那個印圖 你現在印的不順暢 要等時機六月後見家 要等的加半年 要等的一百天 你的故事是要等一百天 你的印就好了 如果經商 你現在實印的整個環境不是很好 你不予投資 你移手不要近 可是未來會很好 這支牽就是有條件的 有條件你要到人口多的地方 太太願意幫你的地方 你太太願意跟你一起合作的 努力的 所以問事情 就是問事 就是時機未首 站等時機 然後可成就 可成就 所以 最後顧問他提醒說 謙師也有講 說到先 建議等待個時機 急迫有災不要太急 所以你慢慢找 有一百天慢慢找 不要孤知一致 不要族意獨行 要請教別人 去請示神明 多問問 反一些時路 你等一百天過後再說吧 這支牽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熱善好食 然後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這支牽看起來是不好 其實是好的 只要你跟你太太去共同理念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人一生有三桶金 一個說 誰會如何去賺錢 來養自己的身體 過自己的生活 還有把家人 旁邊有緣的人照顧好 第二個金 要有學習快樂的廟道 你要快快樂樂的不要去煩惱 第三個要累積的是 你死後晚生 可以超緩入勝 所以你現在70歲了 退休 那退休等待什麼 要努力什麼 做得也忙忙 然後繼續在創業 跟你老婆 建立這種生命的價值觀 要超緩入勝 為大眾 把產品做好 利益眾生 究竟損己而立人 不要說 賺那麼多錢 累積那麼多財富 建造錢不要拿出去 再投資 你不要去考慮這種事情 究竟損己立人 你就是聖人 你就是菩薩 所以這支牽就在勉勵他 要超緩入勝 繼續努力 馬子雷出這個仙 好像看起來牽制不好 硬未通 其實不是 你可以做 繼續做 可是你現在不要決定去買哪裡 投資什麼設備 不要 你慢慢去請教別人 觀察一百天 你的機會來了 佔中心 但是馬子雷出這個仙 我對這輩子雷出這個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